新一代无土栽培的特点 成本低 比土老的栽培成本还要低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机制成本非常低 我们无土栽培的机制 还有用草榻土 制食 还有真珠岩进去复配 或者是买椰康 我这边用不着 我这边你可以买散椰康 是吧 便宜的散椰康 散椰康呢可以用很多年 你也可以用蘑菇渣 你也可以用酒糟 然后呢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牛油肺 你也可以用有机肥 你也可以用木屑 这个呢都是有机的机制 然后呢我这边推广的啥呢 就是沙子 沙子呢加牛肺 加羊肺 加淘汰土都可以啊 像我们一般的 像一般的机制 像椰康机制吧 可以用十年 沙子的可以用一万年 啊 蘑菇渣呢用三四年 所以这个呢 机制的成美嘛 比土壮栽培的 有机肥成美都低啊 所以说呢 就我们这个乌土栽培啊 机制的成美非常低 呃 机制的成美低呢 比有机肥都低 就算是一年 机制的嚷 是伤美的 机制的成美